伯父部健保署南区高频业务组 为了独岛山地离岛地区医疗给付效益提升计划 来到春日香 并与村长、教会以及民间团体座谈 希望了解春日香族人的实际需求和问题 希望在未来政策上做修正与补救 春日香青壮人口因为经济因素 大家都外移都会区 老人跟小孩成为部落主要人口 因此长辈就医跟健康维护 成为目前首要之急 要他要吃的要儿 然后不要说固定一个月后又回去 又回到那个医院 因为有时候他们的小孩子都不在家 如果是属于刚刚牧师所提到 是稳定的慢性疾病的运游的话 可以跟医师 跟大院的医师商量 现在我们健保署跟卫生福利部 都在推所谓的分级医疗 藉由分级医疗跟电子转诊系统 病情相对稳定的患者 可以就近看诊和领药 健保署最近才上路的健康存折手机认证系统 让民众透过个人手机就能进行认证 无论是就医记录 个人用药以及健康状况等 都能随时带着走 颜色新闻八浪 屏冬春日尝不到